《三国演义》中,董卓邪天子以令诸侯,霍乱朝纲,以袁绍为首的十八路诸侯,起兵讨伐董卓,四水关前,西凉董卓手下大将化雄,大展雄威,杀遍天下无敌手,猖狂至极, 当时的曹操,作为十八路诸侯之一,麾下有六元猛将,为何却无一人,出战化雄呢,是被化雄吓倒了吗? 化雄在关羽上场之前,五战五胜,力斩四将,斩杀暴中,夜袭孙坚大营,斩杀祖茂,单挑斩杀元术麾下削将余设,连韩复麾下上将攀凤,亦被化雄斩了,可见其武艺之高,如果关羽没有上去大战化雄,曹操手下有哪些武将, 赶上去大战化雄,有哪些武将,能够杀得了化雄呢?他们又为何没有上呢?根据三国演义的记载,十八诸侯讨伐董卓之时,曹操手下的六元猛将,分别是乐静,李典,夏侯敦,夏侯渊,曹仁,曹洪,其他猛将,如许楚,点为,张辽等人,都没归顺曹操, 那么,曹操的这些猛将们,能打得过化雄的有几个呢?我们先来分析一下,化雄的武力到底有多强,就以关羽斩杀化雄,用了多少时间多少回合,来做个判断。 三国演义中有个细节,可以看出关羽斩杀化雄,并不是很轻松,及时报来,鱼舍与化雄,战步三合,被化雄斩了,潘凤首提大幅上马,去不多时,飞马来报,潘凤又被化雄斩了。 一个及时来报,一个去不多时,两下一对比,化雄斩杀潘凤,怎么也得八九个回合,再看看关羽斩化雄的战况,众诸侯听的关外鼓声大阵,喊声大举, 如天催地塌,越汉山崩,由此可见关羽斩化雄,战况极为激烈,至少也要二三十回合,何况一杯热酒,在温度较高的大仗之内,变温也是要一定时间的。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,曹操手下六元猛将,武力值又有多少呢? 夏侯敦 夏侯敦虽然,比不上超一流武将关羽,赵云,张飞等人,却比一般的一流武将强,属于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的大将, 而华雄显然属于普通的一流武将,武力估计和张合,于静等人差不多,因此,夏侯敦在眼睛没有瞎之前,打败华雄问题不大,经过数百回合的打斗,也可能斩杀华雄。 夏侯敦侧侧重于带兵打战,武功和夏侯敦相比,相对偏弱,他也没有兄长夏侯敦,拔屎弹惊的血性,在多次战斗中,不是败北,就是执行诈败任务,他不但没什么出色战绩,还有污点,那就是在定军山,被蜀汉老将黄忠一刀斩于马下,伸手易处,因此,夏侯渊多半不是华雄的对手。 曹仁擅长领兵打仗,两军阵前单挑比较少,杀入重围,迅速击退徐胜,蒋青,救出大将牛津,也没有斩杀敌方大将,因此,善于指挥的曹仁,单挑有点差,多半不如华雄。 曹仁最耀眼的战绩是,在马超的枪下,勉强支撑大战四五十和,只是刀法散乱,没有完全败北,马超是三国超一流武将,曾和徐楚,张飞,大战数百回合,不分胜负,相信他斩杀华雄,如杀鸡一般容易。 曹仁能和马超,交手四五十回合,还没有完全落败,武功勉强漫入一流武将,华雄能够斩杀祖帽,于射,攀凤,却被超一流武将,关于秒杀,说明他虽然有点本事,也只是一般的一流武将,因此,如果曹仁和华雄,武功差不多,两人对战,胜负谁也不知道。 李典和乐静,李典和乐静,极少有斩将记录,可是杀的都是一些无名鼠辈,不值一提,他们两人和夏侯敦,曹仁等,还有很大差距,也比不上张辽,张和等人,在曹营之中属于不上不下的战将。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,表面团结,其实各怀鬼胎,真正能打的猛将都没来,袁绍的两员猛将言良和文丑,此时没见踪影,除了孙坚作战勇猛之外,其余绝大部分都在保持实力,曹操当然也犯不着强出头,何况华雄如此骁勇,即便下侯敦,曹红能斩杀华雄,落个两败俱伤,也有可能,所以干脆选择不出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